应该非常能够的兴趣参加今天论坛 和大家共同去探讨一些全球化的青年发展的问题 也说这对刚才换了工作的我而言 是非常合适的一个新年 这样一个议题我特地查了一下 根据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确定的年份分段 44岁以下都是青年 我明年过完春节才45岁 所以我现在还有青年 世界有那么大 青年总是要出去看看 走一走 全球化对青年而言 或许就是对美好未来的冲击和创丧 而今天作为一个青年战争之一 和大家交流 期待在座的各位 每一位共同去拥抱这巨大的机遇 挑战和责任